话皆上文 段玉晚年因为诸子征位 导致大理朝堂乌烟瘴气 段玉对此不厌其烦 为了能够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段玉将皇位传给了长子段正兴 自己跑到了天龙寺中出家为僧了 段玉在天龙寺中苦心修炼枯荣禅功 因此段玉身兼如是道三家五学 突然一日 段玉回想起来 当年在西夏枯井之中 答应吐过国师纠魔智将少林一金金 归还给少林之士 于是段玉决定亲自前往少林寺 将一金金归还 此时中原武林 因为一本九阴真金 而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最终经过华山论剑比武 王重阳以武功天下第一的身份 夺得了九阴真金 而夺得九阴真金的王重阳 在返回途中 经过嵩山遇到了赶往少林寺 诵经书的段玉 就在嵩山脚下一处客栈中 王重阳闲来无事 打开了九阴真金进行观看 而坐在隔壁的段玉 看到九阴真金之时 也是十分好奇 因为他的孙子 正是为了这本经书 参加了华山论剑 因此段玉也想看看 这本经书到底有何特殊之处 于是他便向王重阳借书一看 王重阳起初不想借 但是受不了段玉的软磨硬泡 就对段玉说道 只有天下第一之人才有资格一看 只要你能打败我 我就给你看一下 段玉一听笑了 但是他又不想出手暴露身份 于是对王重阳说 以喝酒来论输赢 王重阳仗着自己有先天公护体 便答应了下来 于是二人便开始鄙视酒量 王重阳起初以为自己身怀先天公 功力深厚必定可以赢了眼前的这位和尚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段玉修炼的六脉神剑 不仅是一门剑术绝学 更是一门斗酒神功 当年丐帮帮主乔峰都不曾喝过段玉 更何况是他王重阳呢 结果可笑而知 王重阳酒过千杯便已倒地 只得将九阴真经借给段玉一看 没想到的是段玉这一看 所得泼峰竟然创出另外一门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神功 欲知这门神功到底是什么 请看下期视频讲解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 谢谢